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跟朋友打算 资助一下你们 城市救助猫狗的活动 第一期先捐款一万吧 谢谢先生 谢谢女士 我们不是 都十二点半了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请 季 季总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约人谈事 约人在这儿 谈事情 请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跟朋友打算 资助一下你们 城市救助猫狗的活动 第一期先捐款一万吧 谢谢先生 谢谢女士 我们不是 谢谢 季总 我 约了朋友 你占了他的位置啊 这不是还没到吗 可是他马上就到了 要等他到了 我再让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皮烂脸的呀 我刚才已经拒绝得很明显了好吗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替你收起你资本家仇恶的嘴脸 我给我立刻出去 你干嘛 我 季总 我 给您倒杯水 来 还有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凉骨折下凉歪 希望鸡巴皮早点吃完早点走 别在这儿影响梦见1003 我 我要把你拼着 一块吃点吧 不用了季总 我等朋友一起吃 你们约了几点啊 十二点 都过去快一个小时了 你应该问问她 还来不来 约的什么朋友 男朋友 不是 该不会是网友吧 曆总 这好像不在你关心的工作范畴吧 看来我猜对了 员工的个人生活 我还是要关心一下的 毕竟大千世界里舆论混杂 骗子又多 我不想看到你被骗 然后影响工作 请纪总放心 我的朋友我了解 他一定不是骗子 纪总这么有空 还是都关心关心别人吧 没见过面 就下这样的结论 当心希望越大 失望越早 好 我的朋友我不是一无所知 他虽然不像纪总您这样 事业有成 可是他这个人呢 知性 温暖 爱生活 纪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你先回去休息吧 反正今天也是周末 您也不用一直订阅我工作 是吧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应该不会来了 他既然约了我见面 我就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但是他没来啊 我会等 抱歉 临时有事 有失约了 怎么 被朋友爽约了 纪总 您慢吃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讨厌的污种 辞职线已定 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混蛋 人要是没了梦想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不想做咸鱼 所以就继续忍受着你吧 我 鳄鱼有那么讨厌吗 也不知道这个一六零三是怎么了 不知道到现在都没消息 秋秋 你担心她吗 担心 你担心啊 那我替你问一下